苗栗远景南下一名电动机车骑士 因为他一见警察就急闪 他是外国人还假装不会讲中文 不拿出拘留证件被警方带回案纳指纹 确认他是太极失联移工 担心自己被遣返 女友之身一人在台湾会无法过活 想先打电话给对方 这名太极失联移工打给女友后 告知自己被抓了 询问女友要不要一起回泰国 对方说我愿意 于是远景到附近的土牛社区 再回也是失联移工的太极女子 一走进派出所 他看到男友两人相拥而弃 根据了解失联移工一经查获 除了由移民署负责收容及遣返作业 遣送费用应由非法雇主及非法仲介优先负担 再依序有可规则雇主与失联移工负担 男友被抓女友也投案 爱相随 两人都被移送专请队 一同遣返回泰国 TVBS新闻谢古金 亮文汉洪采伦苗栗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having you